而今年的第一號颱風艾維尼 最快可能在夜間會生成 不過距離台灣蠻遠的 基本上沒有影響 反倒要注意的應該是 下週美雨封面報導 全台灣都要盛防局部好大雨 天氣詳情 時間就要找人 目前仍然在菲律賓 東方海面的這個熱帶低亞 還沒有成為今年的第一個颱風 但是也是準颱風艾維尼 我們先從他目前預測的路徑上 可以看到 他目前正在往菲律賓的西北方 來做移動 而且會靠近旅宋島之後 再往東北方來做一個大轉彎 預計可能會到達日本的南方海面 但是距離台灣其實還算蠻遙遠的 而且目前預計是在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的時候 離台灣的距離是最近的 但是這個熱帶低亞 如果成為第一號颱風艾維尼的時候 因為它靠近了菲律賓的陸地 所以它的結構就被破壞了 所以目前預估 它可能會持續維持這個青台 不會再往上升高 而目前預估它離台灣最近的時候 還是有500到600公里之遠 所以並不會直接影響到台灣 但是海警的發佈機率雖然很低 不過下週開始 東部的愛外海 可能會因此長浪會偏得比較大一些 這個是要特別注意一些的 另外如果它往北部路徑走的話 可能會再往偏東來移動 如果偏西一些的話 可能就會影響到台灣的明雨季 屆時我們要再來做觀察 那麼您最近有在找工作或考慮要轉職嗎 北市府今年第六次的就業征選活動 已經開放網路報名 總共釋出了190個職缺 月薪最高有72K 更多想請再次把時間交給招人 您是否對於現在目前正在工作的職場環境 或者是您的薪資感到不滿意呢 其實台北市府現在就釋出了近200個職缺 要來招攬人才 我們就來看看這次的征選活動 報名時間是在5月24到5月30號 征選時間是6月22到6月23 一共是兩天的時間 不過這些有哪些項目呢 來看到是31個機關 190個職缺 其中更有高達90個職缺 薪資是高達4萬元起跳的 我們細細來分類 衛生局跟社會局總共開出了81個職缺 其中社工督導 起薪有5萬1 如果通過了考核晉升的話 可能可以達到7萬2000元一個月的優渥待遇 另外在都更處跟公務局 開出了75個職缺 他們主要爭的是這個都更處的副工程司 起薪也有5萬元 再來看到的是七所公佑 還有公立的幼兒園 開出的7個約聘職缺 最高薪資是38000元起跳 另外也要提醒您 如果想要應聘這些職缺的話 必須要在期限內完成上傳資料 如果有補見的話 也必須在期限內完成佼佼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